美国对朝鲜的这种战争方面的这种 这种朝鲜发出的战争叫嚣 美国方面发出的这种反战争的这样一种反核战 反战争的这样一种威胁 包括实际的武力包围 这个这种状态下 其实这个战争的发动机那个按钮 不在美国手里 也不在中国手里 实际上在韩国手里 因为韩国既是这个朝鲜的人质 也是能否使美国或者中国配合 发动打击朝鲜的这样一个战争前提 这个韩国本身是具有优先决定权的 就是韩国如果说我不同意打 任何一方都不可能真正打起来 除非朝鲜方面主动发动导弹攻击 然后呢美韩日包括中国 发动某种反击性的打击 那么主动的战争攻击 没有韩国的同意 美国也不行 中国也不行